香港時間晚上九點多,今晚晚一點,因為星期六 我會遇到英超或德甲賽事,因為英超和德甲賽事後,我會遇到的 有些觀眾跟我說,可能是德甲賽事前或德甲賽事後 對我都好一點,我都可以看球,好啊,我沒有看球 但中國的軍演越來越少了,中國恢復了軍演,但他恢復的軍演在黃海 在黃海、渤海那些地方的軍演,你已經不是那一回事 但真正的問題是,今次的軍演,中國輸得很慘 當然我之前說過的政治結果,就是日本修憲,憲法第九條改正案 以及日本重生軍事化的問題,黃丹都是跟我差不多觀點 這個觀點的推演是一個國際政治常識的推演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另一個,我想這個廣東話作為一個報導 可以給大家一個很好的解釋 就是你將導彈器這樣溝射之後呢,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就是,他沒有想過台灣有能力,解釋了他的參數 結果現在就喊死了 中國導彈的參數呢,全部都在台灣、美國和日本手上 你以後射什麼呢? 這個才是最吃屎的地方 即是,你勾射已經是一個錯誤的,OK? 你是將一些不應該有參數的都給我參數 這個才是問題 俄羅聖的,俄羅聖的,俄羅聖的演習呢 為甚麼有人說是白俄,而不是在黑海 因為黑海的大陣事 如果我在黑海演習,對呀,射樂海的問題 就是黑海演習呢 之後呢,土耳其,俄馬尼亞那些都可以拿去參數 因為美國的飛機是到處飛的 所以他為甚麼去白俄,去做演習 而且他沒有做導彈演習的,導彈演習那些都沒有做的 導彈飛來飛去的那些是時候才行 你看到他現在射導彈的starting point 全部都在俄羅外地區 即是美國比較難拿到電子參數的地區發射的 因為就是克里米亞 不會在一些美國人 即是美國能夠拿到電子參數的地方發射 因為美國拿到電子參數 烏克蘭的機會很大 因為美國可以給那些數據 然後給俄羅蘭星S38上去 這次出的最交關就是 他不記得台灣有一個叫駱山雷達站的問題 駱山雷達站是甚麼呢 駱山雷達站是新竹的一個雷達站 這個雷達站有一個很高度機密的雷達系統 因為他除了在北約國家外 是只有台灣用他的 那個叫駱駱爪 駱駱的系統 駱駱爪系統是一個中遠程的導彈預警系統 所以台南沒有太空又不是台灣的 而不是台灣真的無人 台灣能夠操住 他可以用標準的3 但這則有點操住 台灣的目的都不是這個 因為美國叫 mesela不操住 美國台灣和日本日本的目的1個 就是拿著鋪澳爪來拿出彈道軌道的參數 以及它是誰是怎麼發射的 現在你已經吃了糞便了 因為台灣有鋪澳爪 它鋪澳爪拿出所有的數字 然後日本肯定附近有艦舌 美國也拿出了 它已經拿出了整套東風導彈的參數 換言之,美國可以因應這次軍演拿出的參數 調教愛國者三營和台灣其他的彈道防 反飛彈系統,然後進行硬折 那你以後要打什麼? 那你會改變嗎? 我看你改變了多少 這些電子參數不會被人看完 這個習近平很魯莽的 這個真的是小學雞才做的 如果真的是軍方釋野的人 是不會被這件事發生的 因為被這件事發生會被刺激的 你現在就是因為你整套參數 你吐了出去 結果又怎樣? 最加上你犯了一個政治這麼大的錯誤 那它唯有叫停 在台灣那邊演習 它就將演習 就官了去黃海南部 它現在中國很矛盾的 它又要射飛彈、炸飛機 問題就是它的參數已經曝光了 因為別人知道你的底 所以為什麼美國之後這麼硬 你斷白 你什麼軍事就說我? 不要緊 美國裝了 我打電話給你對話 因為這個你也要理牌做的 問題是 噢 這樣嗎? 就說我了 就說我了 中國這個軍演真是用來笑的 你中國這樣的暴走表現就算了 問題就是 你暴走表現後面有沒有軍事後盾? 你沒有來後盾的 你現在發現 原來你這些是狗射的 我怎麼樣? 它跟著怎麼樣? 美國就可以因應這個情況 加強賣武器給台灣 之前不知道賣什麼東西 因為之前台灣那些武器提供的清單 它都怕是亂來的 因為 一來 美國沒有不清明中國的底細 第二就是 台灣官方裡面有些是台奸來的 始終 他們如果有一些 提案是老典 都會出事的 有些可能是中國想偷的科技 而不是真的台灣要的 這樣就很糟糕了 但是 現在就很清楚 要些什麼 因為有一個鋪浩爪在這裡 鋪浩爪都擔心了這些參數 因為台灣是說到一個鋪浩爪 美國要用的資料 要付錢 要外交渠道交換 什麼什麼 你聽他們說的 這個鋪浩爪系統 它不會再一個 ad hoc系統給你的 這個鋪浩爪系統一定是 它拿到的參數 接著沒有東西的 我跟它拼搭 即是 美國在海外 拿到的情報資料 就跟你換 所以中國一直都蠢的 就是你有一個鋪浩爪在這裡 你就不能搞飛彈 演習 根本就是這個鋪浩爪系統 就是 2003到2005年左右 那時候 為什麼要這樣搞呢 它就是因你1996年那個導彈危機 嘛 它擺完這樣去挽救你嘛 現在就真的怎樣 真相大白 你來的 所以美國沒有特別阻止 現在美國好像吃花生的 Pelosi 而美國軍方 表面上就說Pelosi不是很主意的 因為怕什麼什麼 但是實際上美國軍方就是 它都不知道多久Pelosi去台灣 Pelosi去台灣 你真的演習的時候 我才有可能我這些 這麼珍貴的導彈參數 但是它不可以 中國企圖一開始講明的嘛 所以 美國軍方就扮到 放風 我不是很想Pelosi 但是看到美國軍方很積極部署Pelosi 口是一回事 說是一回事 做是另一回事 做那一回事才是真正的 美國就是一早嚴陣以待我 就是以保護Pelosi為命 第一就是阻止你進一步戀離 第二 他就要拿走他要的所有參數 他要的東西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你說這件事 你說這個弱智演習 你問我怎麼看這件事 我覺得中國真的拿來笑 我不是開玩笑的 100%我會笑 我不是開玩笑的 這件事很弱智 真是弱智到不得了 這個弱智位是 你 不是這麼玩的 你現在你撥海一個月演習就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打算打課 你不會在撥海演習 因為有相當的距離 你撥海演習就是被人覺得 其實是被中國人看的 我一直有備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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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實上就是 那些飛彈勾射去 日本之後 整件事已經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 我之前說的是外交的 但是這一次顯示是 軍事上的戰術失敗 因為你將你不應該批我的參數 全部給 台灣的一個鋪路爪射 再拿上美日的其他雷達 整堆拿了電子參數 然後你慢慢寫 你不是北韓的 北韓的導彈 說句難聽一點 我叫做土 我不想用這個詞 那些叫做土死導彈 是土製的 土發連降的 北韓的那些是土死導彈 那些難聽一點 阿水也吃得難捷的 那些真的是土製核彈 北韓的那些 你可以想起那些什麼 那些恐怖分子或者那些 賊奧 他用一些土製炸彈 周圍兇勾人 這些是沒有技術 沒有技術含量的 你怎麼說 勾射就勾射 他怎麼說 就駁你 駁你 他可能 勾射你又不留意 然後就怎麼說 就隨便 隨便 難捷 可能是生氣事 但是你會有殺傷還是沒有殺傷 不好意思 那些是土製導彈 全世界唯一一個會玩土製導彈 是空狗人的 那個真的是北韓的 都不是第二個 好了 你土製導彈 你沒有技術含量 OK 你純粹就是政治姿態 OK OK 中國不是 中國是軍事強國 其中一個 你軍事強國 如果你的導彈 你是沒有 正式的 沒有正式實戰經驗的話 你的實戰 你要射 你可以在沙漠射 你可以在新疆的沙漠射 OK 你要勾射 因為我們在蘇聯 好像俄國那樣 為什麼在新地島 為什麼會在新地島視野 他們夠冷嗎 不是的 新地島是因為 很難我 被美國捕捉到 新地島有這樣的考量 因為新地島 譬如你 北方 北半遊冬天那時 大哥 它全天都是晚上 你真是全天 你全天都找個紅外線衛星去看它 你真是 這個優勢很明顯的 俄羅斯 他復原廣大 就有復原廣大的好處 有時候他試武器 你都不一定會知道的 這是事實的 有問題 在中國 你都可以 你要試武器 你要試那些導彈 那你沙漠 試飽它 過壁沙漠 是不是 你都不怕 讓我找到你的參數 說真的 是不是 你南海試 已經不行了 因為南海很容易 不相雙船 因為南海又繁忙 寒度 你喜歡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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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 原來你這樣玩 這件事很弱智 說真的 不是一般的弱智 是超弱智 我不是和你學玩笑的 這個是很弱智 我看完之後 我還是笑了 大哥 我還是覺得 你這樣玩也可以 你這樣玩也可以 大哥 你是哪個啊 就是 我想 我研究 這個 政治那麼外 我未見過那麼弱智 你證明 就是鋼射 這個人是連領軍都不行 如果他真的打仗的話 他應該 應該得到膠子 所以你見到事後補鑊 他們的方法是什麼呢 找一堆五毛衝上來 每天都有幾件五毛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現在都知道 這群人做什麼的 譬如那些 肉器廣告 那些緬甸 我最後 用一個自己的方法去調查 他們手上有三百多個動鳴 那我就會把那三百多個動鳴 全部禁止 稍後 OK 我會禁止 全部禁止 全禁止 全禁止 禁止之後 大家應該可以看我的Planel 就很容易清靜 不會再有任何玉石廣告 因為 基本上 他噴一個玉石廣告 就被我 斷了一次 但是當你看其他頻道 你就會仍然看到玉石廣告 但是你不會在我這裡看到 我現在有辦法的 我覺得 你這群人真是很弱智 我覺得是 中國人就是最喜歡玩這些 這種弱智遊戲 有人說 你不用 不用開口的 我沒事的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能夠detect到你 不斷開多少個伺服器 我可以detect到的 你喜歡玩這種東西 當然我覺得 這件事純粹弱智 就是很清楚的 弱智到這個 這樣就怎樣呢 我就覺得 沒得救的 中國人 就是因為我而笑軍人 你以為軍人 你不如承認台灣獨立算 你沒有人打 你沒有人 台灣也都覺得 你對我這麼差 我怎樣呢 你和他同一 你這麼簡單的嘛 這種二王團式的野蠻 大佬去到什麼時候呢 我告訴你 你現在需要隔五戰爭 隔五戰爭 你也是打過的 好大 好大打過 雖然北洋鴨那些男生 就全部被俘虜 但是好大是打過的 我想問 現在打都沒打過 你就已經盪了 你真的打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只會慘輸的 因為人家台灣一定是嚴陣以待 人家台灣一定都準備好了 而且你打 你說那些導彈 你晶片 那些系統 那些錢 你有多少錢去射 你有多少錢 喂大哥 其實這些導彈射射 一般是一支起兩支子的 不會這麼十幾支的軍人 不會這麼打的 還要打十膽 這是什麼邏輯來的 我想問 我都不是這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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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也是聰明的 普京 現在你看到 中國是有一幫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的 的傢伙 去管的 簡單來說 整幫人 都覺得 整幫人都覺得 做什麼都可以 可以管理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不行 不是這樣看東西的 中國這些軍演 真的是我可以笑的 我都覺得是可以笑的 沒有意思的 這些軍演 我可以說 他可以繼續一個月軍演 但是他已經是給裡面的人看了 你現在不明白為什麼 那個導彈軍演匆匆收場 真正的原因 就是參數 給人看了 甚至你那些藍籍一對一對峙 就是中國跟台灣的藍籍 台灣肯定乘機收集大量的藍籍數據 我說你之後的有排排 你真的打一條想 別人台灣美國日本 都拿了這些數據 然後為什麼 以日代佬 所以川普是按鈎的 說什麼 為什麼 我有時覺得川普的事情 現在是很糟糕的 他太過 你 個人跟佩洛西不妥 你是不是真的 for American first in 美國 first 這次佩洛西是做得對的 這個不知道 保衛美國的價值 而且這一次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將中國的所有軍事參與 都拿回來 你認不認識的 我覺得不認識的 我覺得 所以你問現在 如果現在還說什麼 川普的那些 現在就很尷尬了 川普說這些 傻子 你怎麼辯護 你是不是跟著川普一起 為什麼 我不覺得川普是投共 但是這條人是按鈎的 為什麼美國之前 主流政界的人 不願意接觸川普 不是沒有理由的 那個理由 很簡單 就是 他還在野的時候 他說的那些 很多是很按鈎的 因為他沒有了那些 professional 去advise他自己 他是個嚴急事件的 他是 但是你去到有professional 去advise那時候 他是正常的 但是沒有意思的 大哥 現在 佩洛西 他這個行程 是兩黨共食 有個血的有的 如果蓬佩洛 會支持 布洛西 蓬佩洛是professional的 蓬佩洛是軍人 真軍人出生的 大哥 他不是只是讀過軍後 那麼簡單 他是拿過坦克冷戰的時候 在東西德的邊防 那裡執勤過 大哥 他現在有冷戰經驗的 蓬佩洛 蓬佩洛有做過鍾情局 他知道什麼 那是什麼一回事 他知道為什麼 蓬佩洛要去 他都明白 所以你問我 我怎麼看 但是如果蓬佩洛做總統 當然好啊 他不做總統 再做國務卿也好 他真是認識的 應該他是近年的國務卿 其中一個最認識的 當然 我不認為布林肯做得差 布林肯OK的 布林肯就比較 是傳統外交官的做法 蓬佩洛就是軍澳做外交官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說 如果日後英國外相是董騰達 就應該會是像蓬佩洛的風格 你都可以預期的 就是英國的外交會 有時候 因為 軍澳轉外交 和純粹 professional 的外交官 去看外交是兩回事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這一次 Pelosi 大獲全勝 他還要幫美軍做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讓你們的參數 去過了 謝謝 我還沒有這麼蠢的事情 然後你找一些五目出來的 都沒有什麼的 你繼續蠢的 其實時間差不多了 已經 已經 time's up OK 最後一分多鐘 我在維基百科發現 劉貞 真的有讀者報料給我 劉貞的條目 據說已經被人提刷 我不知道是誰提刷的 但是很好笑的 劉貞 就自己用自己的名字 改了自己的條目 把所有的negative的東西全部拆掉 但是維基百科 中文班 我居然不理 好東西 新者傳記 如果你的當事人自己 自己刷入自己 刷入負面的東西 是不行的 那麼 這樣來講 為什麼 你維基百科要 禁了我的帳戶 不讓我刷入自己的條目 劉貞有特權的 那個hand product 2022的擺明是他的 劉貞不是他 即是劉貞是他 即是無神人姐 巴比太是劉貞 劉貞全部應該要付起所有責任 當然我有法的文件 我知道 那個人一定是他的 真的 有些人真的會做事 是很猥瑣 這些就是 維基百科中文的 這件事真的會是很猥瑣 很猥瑣 這件事上 我真的很自禁這麼說 好了 好了,今晚講到這裏,第1節,第2節 我先量度一下第2節的時間,應該可能是12點或1點左右 因為今天會比較,星期五,開始英超,我也要走一走